我是有事 是关于绵绵 绵绵已经十八岁成人了 她在身边 不再需要监护人的这个角色 本来我不想管 但把女孩弄哭这件事 靳处 你做的可没有什么绅士风度 你一开始接触绵绵 到现在 又说根本不喜欢她 你好像很在意啊 说实话 你和绵绵扯上关系那一刻 我心里就有一根刺 当年你父亲不辞而别 我父亲的科学研究 也就此断送 还患上了二次恨魔症 而这个病的解药RBT 就是你父亲 跟我父亲的研究课题 他们之所以会失败 都是因为你父亲放弃造成的 我父亲比谁都希望RBT研究成功 他是因为动物实验 副作用太大 所以才放弃 那是我们父辈的事 何物以绵绵 两回事 通往成功的道路 最重要的品质 是勇气和坚持 你和你父亲一样 做事情有始无终 喝水吧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杨绵梅绵 她就像曾经的我 杨绵梅已经长大成人了 她有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梦想 我再警告你一次 不要试图摆布她的人生 不要试图摆布她的人生 所以 你要我看着她被你伤害 而袖手旁观 我不会做伤害她的事 那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 既然无法回应 就离她远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